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說 中國對西藏的態度可能會發生積極轉變 達賴喇嘛星期三在達蘭薩拉接受採訪時說 他通過私人渠道獲得的信息顯示 今年稍後中共政權交接之後 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關係可能會出現改善 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曾經就改善關係進行過多輪會談 但雙方的接觸在2010年凍結 幾個禮拜前達賴喇嘛曾經表示 如果中國政府不在談判當中採取更加務實的立場 雙方恢復會談也將會是無補於是 達賴喇嘛在星期三的採訪當中作出更為樂觀的預測 他說近期在達蘭薩拉接待了部分來自中國的訪客 其中有人跟中國政府高層有聯繫 達賴喇嘛說中國決策圈當中 似乎有人主張採納知識分子的建議 同意調整對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 這是非常鼓勵 近日西藏地區發生了多宗藏人自焚事件 達賴喇嘛在採訪當中再次表明 他並不鼓勵這種行為 歸納知識分子會 西藏地區發生了兩個 cactus 去年 一定有4 Nancy藏地區發生了多宗藏市